上一场东亚已输掉7个亿 第二天的训练场内 部长找到了东亚 他劝东亚耗资为之 去和老板和解吧 前一份正常的年薪合同 因为Wiles合同有漏洞啊 只要东亚上场 老板就按正常赔率玩 一旦没有他 老板又会提高赔率 不然就只有让东亚自己频繁上场 身体迟早会被累垮的 总之东亚必败 但这必败的局 在东亚眼中又是另一番景象 他们被先入为主的概念 蒙蔽了双眼啊 游戏继续 于英队的第三战开始 这次上场的是东亚 还有坚平 先是这个阵容 老板直接选择了正常赔率 这次 东亚没有延续神奇的发挥 他的投球终于被人击中了 之后也没有投出什么古怪的球路 看来他真的累了 在球迷们的质疑神中 坚平顶着压力上场 虽然他的精神力很足 但奈何技巧实在胜输 还是被三振 比赛继续 双方都缺乏得分手段 比分一直是0比0 东亚虽然还是在三振对手 但也显露不齐态 随后 坚平依然是被人三振 错失三类有人的得分两击 直到第七回合 那个男人 才打破僵局 而到打出一击两分拳内打 帮助才能队领线 东亚终于得到了喘息的机会 替他上场的是 苍景 他又怎样的发挥呢 紧张的他 赞赞巍巍地走上球场 哎呀 刚上场就摔了个狗吃屎 站起身后 他的鼻孔里鲜血滋流 真的没问题吗 这样的举动 直营的老板哈哈大笑 苍景在与出口的对接过程中 显得很呆 庆幸的是 他会多个球种 阿苍真的很呆 投球前 他居然问出口 这案后是投吃球吧 那么 阿苍的第一球 结果如何呢 哎哟 坏球 这下对手看明白了 他的投球毫无威胁啊 第二球 阿苍谨慎地交换了暗号 然后 被击飞 球弹进了观众席 场外二雷安打 按规则 球弹进观众席 所有雷上人员 前进两个雷位 办公室内 老板看得乐哈哈 秘书报告 阿苍自首球队前球弹 人称球弹不吃鬼的 奈良部长 极力推荐才入队的 奈良慧眼独具 曾发掘过二道红道 更有趣的是 梅玉佳也是这种情况 现在看来 这人怕是老糊涂了哟 接着 阿苍的球又被击飞 二雷打 两队差距缩小到只有一分 阿苍更加紧张了 再加上球迷们的谩骂 勾起了他脑海中不好的回忆 哎呀 等回过程时 棒球已掉到了地上 投手犯规 接着 他被替换下场 背受瞩目的仓景 上场后的表现非常差劲 紧偷四球就已丢掉了两安打 一块球加丢一分 当然 没人会可怜他 所有人都投来了谩骂和嘲讽 巨大的压力突破了阿苍的心理防线 他 哭起来了 这反而遭致了更多嘲笑 只有同位二队垃圾的尖品 在为仓景鸣不平 看见了吗 朋友们 在生活中认输只会迎来更多的嘲笑 最终 才能对保住了一分的优势 本局东亚的优异表现 与二队的差劲表现 征服相抵后 东亚还赢予2166万 暂定年薪为12亿3333万 虽说有些小势力 但老板并不是很担心 下一场 可是劲敌Fingers啊 赛后 部长找到了东亚 已经到极限了呀 尼泉的这三个人实在太差劲了 都是球队的调车尾 东亚没有答话 他反问部长 你知道在冲绳联营500场 需要具备怎样的素质吗 部长想了想说 应该是绝对的实力 完全错误 以前有个叫埃里克的人 他一直接受着 正规的棒球训练 投球的弧度也很大 普通人拿他根本没有办法 但有一天 他就败给了一个门外汉 当时 前两球都是球速 超过140的直球 门外汉只能目送两好球 第三球 门外汉挥棒了 如果是面对直球 他的挥棒太迟 位置太低 可埃里克恰恰偷的是 一击只插球 门外汉的击球时机 和位置全都刚好 球被轻松击飞到野外 埃里克失败的原因很明显 不清楚对手的实力 如果他知道对手是门外汉 早用直球就结束比赛了 野球场的人实力称赐不起 所以 想在那里取胜 就是能一眼看出对手的实力 否则 即使强如埃里克 也会被门外汉击倒 而东亚 连续保持500场不败的战绩 就是因为有着强大的观察力 说了一大圈 也就是说 那三个人绝非泛泛之辈 部长显然无法接受这个说法 东亚让他明天来训练场看看 第二天 刚到现场的部长金了 球队还起内讧了 矛盾的起因是二队三人主练习时 队友一直在背后嘲笑 可有什么不妥吗 投手高桥理直气壮 你们真的很爱事 哎哟 这还得了 双方又打了起来 部长金了 可不能内讧啊 得想办法 没想到 东亚只是冷眼旁观着 并希望架草得更激烈一些 一战之后 高桥向监督发难 那些垃圾是怎么身上一堆的 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他们将拒绝投球 这时 东亚站出来了 有没有实力 比一比就知道了 就用one outs的规则吧 好的 对局开始 第一场是高桥对梅宇佳 高桥胜其凌人 并立下flag 如果输了 就到里绕场走一圈 接着 就是不出意外的一好球 如果高桥赢了 就把他们送回二队 然后就是两好球 高桥指明了梅宇佳的问题 就是汇谤太迟 出口也赞同 但他不明白 为什么梅宇佳面对每种球 都汇谤太迟 东亚也很好奇 于是 他之前专程拜访了奈良部长 才明白了其中缘由 梅宇佳曾被速度超过160的球 砸中过头部 自此以后 他每次都要先确认 球会不会砸中头部 然后才汇谤 哦 不还是没用吗 说着 东亚将球砸向了梅宇佳的头 然后解释 这是软胶球 被打到也不会疼的 对局继续 最后一球 梅宇佳居然向前踏步了 击中来球 一刀斩 漂亮的全力打 坚持高兴的挑衅着高桥 其他人并不服气 因为那是橡胶球 才会飞出去的呀 高桥沮丧的说 他投的 不是橡胶球 没错 那是为了消除梅宇佳的恐惧 所使用的障眼法 也就是说 一队 输了 出口好奇 虽然梅宇佳被开发成了重炮手 但他怎么消除对发球机的恐惧呢 东亚扭头说道 谁说他是被机器砸中的 那可是活生生的人呢 大家愣了一下 日本哪有超过160的头手啊 那个头手 就在这里 仓景一 队友们大吃一惊 面对自责的仓景 东亚说 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 球速160 这还得了 大家兴奋地拿出了测速枪 渴望见证奇迹 万众瞩目下 阿桑抬起了右脚 朝前一刃 球速多少 126 监评感情解围 这是热身对吧阿桑 说的也是啊 紧接着 阿桑投出了第二球 第三球 直到第40球 哎嘛 也才134啊 出口终于忍无可忍 叫他认真一点 可他已经用尽全力了 并解释 之前砸头时 这位并流测速枪 也没有很厉害的 大家失望而归 部长再次建议 东亚和老板签合同 训练场内 阿桑继续打扫这卫生 这时 有两个标车党闯入了场内 不对 是偷车贼啊 那两人文讯而逃 监评大吼道 还愣着干什么 用球阻止他们 说完 场景做了一个 和平时不一样的姿势 并用力偷球 哎呀 偷偏了 把插点砸到监警 呃 插点砸到监屏 监屏气死了 自己插点成梅玉佳了 但他拿起测速枪就惊了 164 休息室内 高桥继续向监督发难 梅玉佳确实具备一对的实力 可他发挥不稳定啊 要怎么克服恐惧呢 这时 监屏拿着测速枪 气势汹汹地走进了休息室 他要让大家看看 场景的才华 所以 偷球球速是 请更换电池 谁知道会错在这一步啊 办公室内 老板和秘书猜测着明天的阵容 对手可是气势如何的Fingers呢 Fingers早已经飞昔比 上场柴狼队之所以能够获胜 是因为他们有两大主力阴商确诊 这两人的击球率仅次于高健 首先 是天海太阳 高健对他的评价很高 他能应付各种球路 这得益于他出色的反应 和极佳的动态势力 高健估计 天海在击球率方面 可能会反超自己 其次是北大陆刚 正在垒上的计划变幻莫测 而且总能成功 在击球方面 他也有一手拳内打的功力 说到Fingers 就不得不提他们的明星投手 何中存一 他不仅有一手球速超150的直球 还在止砂球上的造议更高 今年 就算是高健 也没能击中他的止砂球 高健表示 杜九地东亚虽然优秀 但第一投手 仍是何中存一 看完采访录像的东亚 仍然认为三人组可以依靠 远处 监品兴奋地跑来找东亚 说他见证的阿仓 投出了超过164的投球 东亚只说 有证据吗 没证据可是没人会相信的 确实 监品也没证据 但东亚 愿意相信 好了 明天的阵容有结论了 他们意外地派出了仓景 对于这场比赛 部长看衰 但东亚却看好 并说他是引诱老板提高赔率的 卧槽 这还得了 老板想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部长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他既说仓景无法克制对方打者 也会说他能胜出 这时 赛商解说道 三元监督说过 只要对方上雷 就可以换上都九弟东亚 卧槽 还能这样玩 老板慌了 这是违反协议啊 违反协议啊 部长却说 不会违反啊 只要把仓景换到其他位置就行了 原来他 瞄准的是这一点吧 但秘书却说 这是下策 东亚可没有充足的体力 去执行这个计划 而且 仓景一旦被人打出权力打 这个计划 也会变得毫无意义 压力来到了仓景这里 他面对的打者是北大路缸 结果会怎么样呢 仓景投球 呀 北大精准地击中了来球 而且球飞得很远 飞出场外 全雷打 北大毫不留情 老板得伤所愿 哈哈 东亚这个傻瓜 按新合同计算 这一季全雷打 就会让东亚失去十亿 仓景的第二轮投球 又是四块球保送 这么拉垮 仓景紧张得不行 东亚接到来电 另一边 天海似乎对阿仓有不同的评价 他隐约感觉 仓景 是一匹顶级黑马呢 没错 电话那头真是好心的部长 金刚东亚就快输光了 而东亚肯定 他会让阿仓苏醒的 下一轮 阿仓又是四块球保送 他的清理压力越来越大 更糟糕的是 下一棒 还是王炸 天海太阳 所有人都认为东亚肯定会上场了 但其实 并没有 老板准备洗赢大胜 回到场上 面对天海 阿仓紧张得不行 他甚至都忘记了出口的暗号 投注了真中央的直球 眼看就要被全力打 没想到 结果却是一好球 诶 这样仓景都吃了一惊 天海气氛的吼道 喂 你是在小看我吗 我可看得出你的实力啊 没小看我的话 就给我认真头 这个天看穿 可让东亚有些意外 那么 仓景到底具备强劲的实力吗 第二球 透出 又是真正中央的球 天海会棒 击中来球 球飞得很远 可惜 是一个界外球 北大明白 天海是在故意放水 可他没看出仓景的厉害之处啊 老板得意的向部长炫耀着 但部长却说 东亚的主要目的 是让仓景觉醒 再来 仓景投出认真一球 可那 只是个坏球 场内一片哗然 骂声不断 甚至 连本方球迷也是一样 可这 也是杜九弟希望的 他说 徐生可以改变仓景 好的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吧 仓景应该怎么被激发 东亚的计划又是什么 这个我们下期再看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赞三连 注意我很重要 好的 我们下期再见